妳自己那麼膽子那麼小 其實我是 然後我覺得去年 我自己真的也滿有種的 居然接受了這個邀約 真的喔 拍鬼片 而且是我第一次 因為錢很多吧是不是 也不對啊 不是 厲害啦 妳竟然拍鬼片了 頭七 好恐怖 Selene 穿一個紙面穿一個頭七 頭七 好恐怖喔 片名就叫頭七 跟阿希哥講一下 以我們這個年紀的人來講 會不會覺得 特別有感覺 邱惠姐 什麼特別有 頭七就是要變什麼你知道嗎 頭七他就是會回來 所以頭七那一天的晚上 你要睡覺要記得要準備什麼 要準備麵粉撒在地上 會讓他走回來 你怎麼會回來 你如果撞到回來 你看地上會有腳印有沒有 真的假的 我是說你身上劈那一件 怎麼那麼像麻 喂 沒有啦 我不是說麻 劉惠姐 你還幫我宣傳 那是有風格 那個時代喔 時代喔 時代喔 來 介紹一下 妳自己那麼膽子那麼小 對啊 其實我是 真的不敢看鬼片的人 然後我覺得去年 我自己真的也滿有種的 居然接受這個邀約 真的喔 拍鬼片 而且是我第一次 是不是 也不多啊 喂 喂 好重位好重 三四百萬的事情 感受 感受一下 這是我第一次演電影 也是獻給了頭期這部電影 然後我在裡面的角色 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我是一個單親媽媽 然後完全跳脫 就是導演那時候的要求 就是希望我不要是Celine 我們是沒有拍過鬼片 我們都演鬼 適合… 其實拍鬼片其實瞬間長演 這不會可怕 該不會是射鬼吧 我也這樣子 沒有 可是我們看的是 白海蝦丟 愛 海躲啊 好避難 對啊 人家 師徒 因為我們是在去年的 因為那時候本來要五月拍 結果因為疫情來了 所以真的就是 五月的時候鬼還沒放假 就是這個自然的安排 就變鬼月開拍 然後在一個老宅 老宅就是整個氛圍就很可怕 所以真的自己拍的時候 身心壓力都很大 來 咱們直接來個比賽好了 誰賽 Local的習俗王 習俗 民俗 給他挑進來 台灣桑葬文化中 人死後第七天 靈魂會放假 俗稱頭妻 這時候如果親人在家 做哪一件事 才不會影響到親人投胎轉世 頭妻那個 棺木還在 還在 不一定 看妳有沒有已經先處理了 因為要選黃道 要選好日子才能下葬 OK 對 是這樣 但是因為我自己有拍 所以我對於這個頭妻這件事情 有做了一些功課 是 如果這樣子說的話 不要影響投胎轉世 應該是根本就不要讓 那個 親人看見 對 不只不要讓他擔心 你也不要讓他看見 然後你要讓他以為你睡覺了 不要有牽掛 好像是 睡覺 無牽無掛 他就 大家都睡得很安好 很安穩 我就放心地離開了 離開了 來 應該是 恭喜 答對 謝謝 真的 對近剛買房的LuLu 為了日後能夠順利得金鐘獎 漂亮 在入住前聽長輩的建議 算了 按照搬家的習俗 優先將開門七寶搬進家中 哪七寶 請問 上述說的開門七寶 是指哪七寶 哪七寶 艾榮 是我嗎 艾榮 有哪七寶 我之前很常搬家 所以就是都會知道一些這些習俗 不用再搬家了好不好 對 是什麼呢 人生貂瓶 你無牙草 那是多得有三寶 不要亂摸 柴米油鹽 還有什麼 醬醋茶 柴米油鹽醬醋茶 是嗎 柴米油鹽醬醋茶 對 要先把這些東西搬進家裡 你才可以就是 吃得飽 對 開門七件事 柴米油鹽醬醬茶 關門五件事呢 有沒有人知道 我知道 衝頭包該送 No 錯 也不是失說衝孔沙 也不是 來 不是 錯 我要講 吃喝拉沙水 吃喝拉沙水 你剛剛B級了 馬哥把所有A片的內容都講出來